细平路第二阶段的拓宽工程 目前在施作的范围是大同路到新台五路这一段 不过在施工中却挖断了电缆线及社区水管 造成污水流入社区还造成了地下室及淹水 所以针对赔偿问题也进行协调 18号下午议员抓领服务处也再度前往现场关心 并且表示目前包商已经允论会负责损坏赔偿的部分 细平路第二阶段拓宽工程在去年底开工之后积极赶工中 尽管细致雨下了好一阵子 不过工程依旧不能停 不过在施工的过程中却不小心挖断了靠近大同路端的这处社区水管 并且周边电线也挖断了引起民怨 这陆续发生了几件损害到电燃线以及水管的问题 然后造成一些社区有一些损失 有损坏到我们民房跟社区 这部分我们已经跟厂商来反应 结果厂商他同意我们社区里面的干管还有水管 整个断掉以后污水冲进去他们的这个水管 他们也要来清洗也要来接管 18号下午议员抓领服务处就再度前往现场关心 主要是因为之前施工不断电缆线断了造成停电 连社区水管污水管也挖断造成地下室集淹水 所以在经过会刊协调后包商与诺会负责赔偿 你任何工程都要办公厅会 但这一次西明路扣宽很遗憾 他们没有办公厅会 造成我们这附近的这个居民的出入不方便 而且时间管制的时间配合也没有配合得上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缺失 目前大型机具人员都在赶工中 并且配合施工打车进出路口会进行交通管制 也造成民众进出的不方便 而这次拓宽工程将原本不到4米狭窄的路面 统一拓宽到8米 也预计明年的4月底完工 就陈慧林细致采访报道